我对于这个问题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学智序 进入到佛学 所以对于戒律 我就不相信 跟张家大使三年 这个老人家认识 善巧方便 现在才知道 他老人家的慈悲 教导我 用心良苦 知道我们是现代的年轻人 不相信戒律 误认为 戒律是三千年前 印度人生活的规范 我们能修吗 我们修佛是不是回到三千年前 时代永远我要向前面进步 我们怎么后退 怎么退到三千年前 我们是中国人 为什么去学印度人 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虽然不说出来 老师有智慧 老师看得很清楚 他不会厚持我 也不会批评我 为什么他要厚持批评 我不跟他学了 我就会离他远远的 他对我非常爱护 非常关心 我只要有一两次 没有去见他 他就会打电话 或者派他的副官打电话给我 问我身体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来 真的像父母对子女那样的爱护 被他感动 他对戒律这段事情 很巧妙 每一次 我说我们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 学这个一个星期 所学的向他报告 再有问题 向他请教 那每一次 上完课之后我离开 他都会送我到门口 会轻轻说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 就说这么一句话 我听了大概几十遍呢 每一次提醒我这句话 我跟他三年 他老人家远起了 他火化的地方 是特别建立一个小榻 专门 专门为他做的 专门为他做的 那个时候 有甘筑和福 几个人 在旁边搭了帐篷 守在这个火化小榻 他们大概住了 他们大概住了一个星期 还是十天 我在那个帐篷里住三天 我三天就非常认真反省 我跟他老人家三年 他教了些我什么 我学到了些什么 我认真地反省 这一反省呢 头一个 戒律很重要 为什么这一句话 给我说那么多遍 也没详细跟我讲 就这一句 我就认真想这个问题 想了两个星期 明白了 我错了 因为我们这是学佛 学佛要用佛的标准 不能用人的标准 我们以前过去学过礼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里的讲礼 三代的礼就不相同 夏上周三代 有心有格 也就是他有修订的地方 有改变的地方 像学国家的宪法法律 经过一段时间修订一下 那现在我们学佛 学佛也成佛 成佛那个宪章 那个法律不能改动 改动就成不了佛了 我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出来 才知道三规五界 这个略葬里面的东西 那是成佛之道 那不是世间法律 那不能改变的 我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对于戒律的这个错误观念 才就证过来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